前两天有位小伙伴在进化营问 应该如何正确应对负面评价 比如老师和朋友的批评 同事或者领导的质疑 同学或者朋友的嘲笑等等 都会让我们产生很多负面情绪 甚至产生焦虑和严重的精神内耗 我们应该如何有效地处理和应对呢 今天就给你一套完整的应对策略 内容稍微一点长 仅耐心看完 需要全文的文稿可以私信我 或者加入我们的进化营 当我们遭遇到别人的指责 批评否定和质疑的时候 经常会陷入负面情绪无法自拔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我分为四个步骤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 所有人在遭遇到负面的评价时候 几乎都会本能地产生负面情绪 自我意识越强的人 受到的负面情绪影响就越大 这等同于别人在我们身上打了一拳 别人的语言攻击 就像对我们自我主体的侵犯和攻击 但是如何面对和处理 负面评价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 当面对负面评价的时候 成熟的人首先做的 不是直接基于本能做出反应 而是会暂停一下 克制自己 做出基于本能情绪回应的这种冲动 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 其次我们要意识到 情绪它是来自于认知 或者说它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认知 而不是来自于感知的 我们之所以对他人的评价 产生负面情绪 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他们的语言 伤害到了我们 而是我们大脑对他人的评价的解读 让我们产生了自我伤害 除非是语言暴力会给我们带来直接的伤害 大部分的情绪感受 都是我们对评价的解读所带来的 一个街边的疯子骂你 和身边你的同事骂你 你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 第三步 这个时候你应该稍微冷静了一点 然后开启了理性思维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开始 负面评价之所以会带来情绪 一个关键的原因 是因为很多人遭遇到负面评价的时候 就很容易产生联想 甚至自我认同 比如别人说你是一个初心的人 也就会想起之前很多初心的经历 然后对号入座 一旦产生了这种认同感 就会激发起自我内在的自责 自卑 内疚和不自信 等等负面的情绪 由此开启了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在理性评估之前 首先我们把当下的事实和过去的回忆 或者记忆做一个区隔 尽量的控制联想 而控制联想的一个关键 就是改变语言的性质 这个时候可以把攻击 谩骂否定质疑 这些词语换成更加中性的评价 谩骂和质疑很容易触发联想 而评价则比较中性 接下来我们开始评估 他人的评价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 把他人的评价分为四个类型 第一个是人身攻击和情绪发泄 那这个时候 你只需要区分情绪和事实就可以了 如果只是攻击 那就可以回怼或者说远离 这其实是很难真正的伤害到你的 第二个是事实评价 比如别人指出 你的文案有一个逻辑错误 但并没有说其他的 这个时候 有的人可能就会认为 别人是在贬低你写文案的能力 但别人也许仅仅是刚好看到了这个错误 提醒你而已 你要区分是事实还是评价 回归事实 不要做过度的评价归纳 做错了 我们就改正就好了 第三个是价值否定 比如有人说你 作为一个产品经理 怎么连基本的需求文档都不会写 这个时候别人就是在质疑你的能力或者价值 不仅仅是质疑某个具体的事实 而是放大了事实的影响范围 但是这个时候你要区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别 看别人是不是做了过度的概括或者评价 因为不会写文档就不算一个合格的产品经理吗 可能不是的 别人只是放大了事实 对事实进行了过度的概括 如果你意识到确实是能力的问题 那么就坦然的接受并提升能力 如果它放大了事实 那么就可以自动的忽略掉 第四个是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否定 或者说人格否定 这种否定的程度是很高的 带来的情绪对抗也是更激烈的 有人说你人品有问题 比如说有人说你是一个爱PUA下属的领导 说你是一个只知道甩锅 没有责任 没有担当的领导等等 这个时候他们不是在否定你的能力 而是在否定你这个人 或者说你的自我主体性遭到了质疑 这种攻击强度是最强烈的 所以我们的情绪反应往往也是比较大的 如果这个时候评价了这个人 还是你的领导 你的下属 或者比较亲近和信任的人 那么这种评价所带来的伤害是最大的 因为你会潜意识地告诉自己 你可能真的就是这么一个人 是自我认同让我们产生了更强烈的负面情绪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认识你自己就非常关键了 我们之所以受到了负面评价的影响 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亲情而稳定的自我认知 我们对自己的能力 道德价值没有清晰的定位 所以一旦遭遇到外界的风吹草动 就会左右摇摆 但是有两点你需要意识到 第一点是 你的价值不会因为他人的评价而改变 或者说他人的评价总是存在偏差的 第二点是 你的人格品质不是外在决定的 而是你内在动机所决定的 大部分情况下 你的动机没有问题 那么被人质疑了 你知道是别人误会了 而相反如果被人质疑 你产生了强烈的负面情绪 你就需要反思一下 你的动机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总之不断地通过自我反省 提高自我认知的水平 对自我的道德感价值感 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那么你就拥有了更加坚强的内核 其他人的攻击谩骂否定 批评质疑都很难真正的伤害到你 因为你会根据你的内核 去分辨他们的评价是否客观 如果是客观的 那么我们就不断地打磨我们的内核 如果不是客观的 我们就完全可以平静而礼貌地回应 而相反 一个人缺乏对自我的清醒认识 那么就很容易陷入负面情绪的漩涡 一旦面临别人的否定和质疑 哪怕一个彼此的眼神 一句简单的评价 都会让我们郁闷半天 而这就是对自我没有清醒的认识 所以苏格拉底一生都在自力于认识你自己 这是我们一生的修炼 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跟王阳明的自良知是非常类似的 不断在实践中去磨练 不断打磨那个真实的自我 让自我变得既有韧性 也有强度 你才能够坦然的面对外在的 内在的各种质疑 否定赞美或者夸奖 你都可以更加客观理性的去看待他们 坦然面对并理性的回应 好了 这就是我们应对负面评价的正确方式 希望对你有启发 更多精彩的话题和讨论 可以私信我 进入我们的进化语 我们下一期内容见